外交部次長柯森耀今天說 總統馬英九八月賀儀專案 率團祝賀友邦巴拉圭新任總統就職 可能順防海地關心鎮災後重建 不過柯森耀表示 目前外交部還在最後規劃相關行程 希望盡快定案後再對外說明 前總統李登輝本月三日突然暈眩送醫 發現是椎動脈阻塞後住院 歷經手術與長達26天的休養後 今天上午出院 第五屆公事董監事 今天下午召開預備會議 最後選出由邵玉銘擔任第五屆公事董事長 今天是台北市文山脫嬰中心開幕 不少家長一大早就來參觀 希望提早報名卡位 不過卻有部分班級已經額滿 家長抱怨台北市脫嬰中心設置太慢 社會局承諾會加快腳步 年底前增加到12加 新唐雅台電視整理報導